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y 今天就是NOT GREEN 特約不專業廚房 夏日涼拌菜篇 沒錯 我們今天有冠名贊助 多謝NOT GREEN NOT GREEN是一個丹麥的售標品牌 他們非常重視可持續發展性 他們的包裝是由再生塑料瓶和FSC認證紙箱製成的 他們亦都追求零碳運算 他們每一年會種幾千棵樹 抵消運輸時期產生的碳牌坊 當我們在網站買東西的時候 亦都會有一個回饋計劃 他們會捐贈給三個全球性非政府組織 例如會向中非共和國一個人提供兩個月清潔稅 給一個印度小朋友接受一個月的免費教育 或者是保護拉丁美洲50平方米的雨林 所以他們是一個非常對社會對地球負責任的品牌 現在我手上戴的這支錶就是Nord Green的Philosofa系列 玫瑰金色36mm 我在網站大約一個星期已經由丹麥寄到我手上 你想像中快很多 近距離我們看看這支錶 玫瑰金色非常電 簡約的錶面一點都不會花巧 而且錶帶的材質還是太乾 我戴了一段時間都沒有脫色 而長度方面是有幾格給自己調節的 不需要擔心太長要出去找人剪掉它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Infobox那裡看看購物資料 下單的時候記得用我的優惠碼 有8.5折的 另外還有一點我也很喜歡 就是帶起來很方便 扣上去就可以了 很穩陣的 玫瑰金色看起來真的很漂亮 謝謝大家這麼有耐性聽完乾爹時間 我們正式開始了 今天不專業廚房保持著風格 非常簡單 零技巧 30分鐘之內就可以煮到一個 看得吃得還可以騙得下人的涼拌菜式 有我們泰式鳳爪和最雞翼的 平時我們在外面吃一小碟已經70-80元 甚至只有幾隻雞翼 但是今天我們煮 用這個價錢可以煮到很多 如果你也有興趣的話 我們正式開始了 既然今天我們說30分鐘之內可以煮完 嚴格一點 現在對標11點17分 首先要煮的就是泰式鳳爪沙律 材料分別有白醋 然後有魚露 還有這個是泰式的雞醬 然後這邊就有些凍肉泡賣的急凍鳳爪 首先拿出來解凍 然後還有半個洋蔥 還有一些車尼茄 最後還有一個蒜頭和蘭蕉 材料看起來一點都不複雜 第一步首先我們煮一煮水 然後等水滾的同時把洋蔥切成條狀 車尼茄就去定切半 切出來剛剛好 一口大小 裡面很juicy的 現在我們洋蔥和車尼茄都切好之後 就可以處理一下蒜頭了 其實大家不用想到去皮那麼難的 只要切頭切尾就很容易撕到皮出來的了 等到水滾之後 我們就把全部的鳳酒放進去 然後用筷子攪拌一攪 等鳳酒分開 你們看看 攪拌了一大堆東西都不夠10分鐘 現在我們要把握時間做蒜蓉了 放在機上兩三下功夫就已經有一大堆蒜蓉了 來到最後把小辣椒都切好 在這個時候就可以把火關掉了 準備一大碗冰 把鳳酒一隻一隻放進去 然後就加食用水 立即幫鳳酒降溫 那它的肉就會很爽彈的了 輪到醬汁的部分 加入剛剛做的蒜蓉 和切好的辣椒仔 然後就是雞醬了 嘩 竟然用完了 幸好我一早有準備一枝新的 然後就下魚露了 因為這裡熟不是以鹹味為主 份量不用多 白醋我就會多一點 因為我喜歡酸酸甜甜的味道 拌勻之後醬汁就完成了 裡面的材料份量可以根據自己的口味調教 喜歡甜一點酸一點 很隨意的 最後把所有的東西一次過放進保鮮盒 鳳酒我也先隔一隔水 加入醬汁拌勻 就真的完成了 看下去大家覺不覺和外面相差一點點東西 沒錯 是因為我不吃芫荽 所以裡面是完全沒有綠色點綴 不要緊 最重要是好吃 對一對標 看一看時間 我沒有說錯了 真的不用30分鐘 在這個時候把它放進冰箱一個晚上 然後我們現在就做醉雞翼了 這裡送的材料更加簡單 旁邊的杞子和玫瑰露是用來裝飾和裝勁的 其實如果家裡沒有的話 不用也可以的 而為什麼這麼容易呢 就是因為我們用現成的醉雞汁 還有怎麼少一些解凍了的雞翼呢 還有一些是用來飛水用的薑和蔥的 對呀 就是這麼簡單的了 現在我們又對一對標 很難得我在深夜12點的時候拍片了 同樣都是開火煲水了 然後把薑和蔥放進水裡 等水滾的時候我們就洗一洗機子 唉 為什麼這些蔥要全部跑進去呢 然後我們就把雞翼飛水大約10分鐘左右 煮這個菜真的有空到有時間玩電話 我不是在做事 我在看漫畫 這套漫畫我已經追了一年了 好 等時間一到 一樣把雞翼逐隻逐隻放進冰水裡 大約浸10分鐘左右 等它們可以冷卻一下 雞皮也會變得更加有彈性的 來到最複雜的步驟就是要用這支叉 刺一些雞翼 前前後後都刺幾下 待會浸走的時候就會更加入味 不需要擔心雞翼外觀不靚仔 雞皮有彈性是看不出這麼多個洞在上面的 全部雞翼刺好放進保鮮盒之後 就到我們的醉雞汁出場了 一定要倒到蓋過食材 通常都放一整支就對了 唉 我應該多煮幾隻 這裏12隻不夠吃 不要忘記了 放在我們假裝的杞子 還有半個蓋子的玫瑰露 放進去其實會更加香 攪拌均勻之後 一度看下去很對版的醉雞翼 這樣就越吃了 簡直是非常容易小學生都做得到的料理 再對一對表 沒問題 拍片都30分鐘就做好了 兩個涼拌菜都放在雪櫃一個晚上 明天我們就可以試吃了 這麼快就回來了 我們兩個涼拌菜式已經在雪櫃等了一晚 幸好這個節目叫做不專業廚房 其實我漏了一個步驟 就是我們的泰式鳳酒 我竟然忘記了加青檸 這個東西 我們現在增加香氣和酸度都可以的 當然如果昨晚加了就最好 待會就馬上試吃 沒理由只有我 所以我就找了我們的試吃專員 對 就是我 快點下來 是 他搬的這個深層清潔包裝 我男朋友沒吃過 做的泰式鳳爪 所以我也蠻期待他的食品 然後最佳的東西 我們一起做過 拿出去和朋友的野餐 是大鑊好評 所有朋友都覺得我們很厲害 為什麼可以做 這麼好吃 但是很慚愧 因為實在太簡單 大家看看昨晚 我煮了半個小時也不用 昨晚放在保鮮盒上 看下去沒什麼吸引力 但是只要我們用一隻漂亮的碟子 再加一點擺盤 味道和外觀 都可以比比在外面餐廳做的涼拌小菜 絕對不會實禮的 好了 我們緊張的試食環切你了 你想吃哪一個先 紅爪 好啦 怎樣怎樣 嗯 好吃 跟外面的一樣 是啊 不過應該 其實如果可以醃久一點 不是只有一晚 可能醃多大半天 譬如昨晚做 今晚才吃 是會更加入味的 這雞肉很好吃 很重的那些 欸? 猜不到是什麼 怪的焦味 不是啊 但是你覺不覺得和我們之前做的有不同 好像是啊 讓我試一試 嗯 其實那種味道是很出色的 但是這位先生不煮東西吃他不知道 是啊 我多加了 是愛啊 是嗎 哈哈 是玫瑰露 哈哈哈 難怪甜甜的 玫瑰露是酒來的 哈哈哈 它是會更多了點香氣 沒有平時那麼單調 不要嘴嘴 哈哈哈 哈哈哈 好吃 哈哈哈 那這件我們試食環切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你們想要的留言了 因為再下去應該就會失控了 希望大家喜歡看這個不專業廚房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CHANNEL 我每個星期都會上載兩條新片 逢星期六至三點 和星期日的十二點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BYE BYE